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如果是一般的人像拍摄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使用50毫米的定焦镜头的 因为我感觉这个焦段它又不是特别长 又不是特别广 既不像85毫米那样对空间有要求 也不像28 35毫米那样产生透视变形效果 所以感觉它比较适合我个人的拍摄风 我最早之前做过一期索尼的Alpha 7 Mark II 搭配55毫米F1.8蔡司这个镜头的实拍 很多B站的小伙伴都很感兴趣 有很多的私信或者评论在询问 但是当时那期节目做的比较早 而且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东西 所以节目也不是很长 讲的内容也不多 所以今天我又特意使用了我最喜欢的50毫米的焦段 来为大家做一期人像的实拍 今天所使用的相机是索尼的Alpha 9 以及索尼的50毫米F1.4蔡司这个镜头 虽然这套组合对于像我们这种穷逼来说 价格非常的昂贵 但是相信很多的小伙伴已经看过我之前那期 和索尼的Alpha 7搭配F150毫米F1.8镜头的对比视频 比较下来的话 单纯的从画面质量 其实这两套组合差距不是非常的大 尤其是像我们现在的拍摄环境 又是光线比较好的白天 所以我相信即便是你没有那么多的预算来购买很贵的器材 这期视频的一些技巧 你们也应该用得上 一般像我比较习惯单人的日常人像拍摄 所以没有什么助手之类的可以帮我打反光板 我使用一只手拿着反光板 把胳膊伸到最远的距离 刚刚好可以使用50毫米拍摄半身的人像 而如果使用85毫米的焦段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即便是拍摄一个半身人像的话 其实站的距离还是非常远的 当然有的小伙伴会说我们可以使用更大的反光板 不仅它的面积比较大 产生的光源比较柔和 而且它也可以触及更长距离的被射对象 但是我个人觉得使用这种可以刚刚好把人物的面部打亮的反光板的面积会更加的方便 不管你是调整打光的方向还是打光的角度 只要扭动手腕就可以 而且比如说我们现在进入到室内的环境空间比较狭窄 再大一点的反光板就会使用起来非常的不便 因为像我这种的on location的日常人像拍摄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控制所拍摄的现场环境的 我携带的器材主要是考虑不同空间尺寸的适应性 使用50毫米焦段的镜头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帐篷里面 即便是它的空间比较狭窄 50毫米也可以让你在比较近的距离拍摄到半身人像 因为我需要使用反光板 所以我现在只有一只手来操作相机 那么在拍摄人像的时候 我大部分会依赖相机的人脸识别自动对焦系统 可以看到索尼的相机它的识别率还是非常高 对得非常准 但是假如说碰到这种前景有东西的情况 比如说这个灯珠 那么人脸识别就会倾向于对焦到前景上的东西 这个一直是索尼相机的人脸识别系统的历史遗留问题 人脸检测关掉 假如碰上这种特殊情况的话 我们只要关闭人脸识别就可以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大部分情况下都会使用单点对焦 以我的经验像这种日常的静态人像拍摄 它的稳定性和对焦成功率都是最好的 卧槽 手指要断了 其实我个人觉得50毫米F1.4菜4这颗镜头 不太适合像我这样的单手拍摄 不光是体积比较大 不太好操作 而且有一定的重量 所以长时间的手持拍摄还是有点累的 虽然又大又重 但是这颗镜头可以为我们提供F1.4的大光圈 像我们现在拍摄的环境 背景有很多发光的灯珠 在大光圈前景深的虚化下呢 它们都变成了非常漂亮的光斑背景 而且光斑的质量都非常的不错 不过呢 因为F1.4的大光圈提供的景深非常的浅 拍摄一个人还好 你只要对准焦就可以 但是像这种双人的拍摄 你想让两个人都在焦平面的景深范围之内 还是非常困难的 角度稍微错一点 另外一个人就只能当作虚化的背景了 不过这颗镜头的画质非常的好 即便是在光圈全开F1.4的情况下 解析力都是数一数二的 但是这么高的解析力呢 可能对于你的后期来说是一个考验 因为我们现在画面当中 这个月球的吊灯光源非常的单一 人物面部皮肤的各种瑕疵 会被拍摄的非常明显 在使用解析力这么高的镜头拍摄呢 基本上得到的就是一个月球表面 所以假如你的人像后期技术没那么溜的话 我建议还是使用一些比较便宜的镜头 这样的话不光是你的后期压力比较小 你的钱包压力也比较小 51.4菜丝这个镜头的镜身上带了一个自动和手动切换的按钮 所以像这种隔着球拍摄自动对焦系统比较捉急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快速的切换到手动对焦来进行拍摄 手动对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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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可以啊 我妈呀 你还不如拿在顶着呢 你还不如拿在顶着呢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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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应该提到过这些吊灯呢都是3D打印的月球 但是呢各位从视频当中或者是照片当中看不出来是因为我们人类的眼睛动态范围非常的高 而使用相机拍摄的时候呢它是比较遵循光线的物理规则的 所以人物正常曝光的情况下呢吊灯月球表面的细节就过曝掉了 这就是典型的曝光抉择情形 因为我们现在毕竟是要把人物的面部拍摄清晰 所以我们就只好放弃了月球表面的信息 自由女神 自由女神经病 当然如果你拍摄ROGUE式照片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小小的还原一部分高光的细节的 你看一带小 你干啥 你干啥 哈哈哈哈 大脚奶是吧 我不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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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 弹幕应该刷了 到7月去了 这边你就可以看到 当我不使用反光板 双手进行操作的相机的话 A9所提供的触摸屏 可以让我非常快速的选择单点对焦的位置 假如说你需要快速的抓拍模特一些细微的表情 这一点点对焦延迟的缩减 可以有效的提高你的成功率 当被摄对象坐在那边 我们想要取一个视角比较平等的构图 我们就需要以跟他们相同的高度来进行拍摄 索尼A9所配备的这个翻转屏呢 可以让你非常轻松的站立就可以取景 而不用蹲在那边 或者是跪在那边 从光学取景器里拍摄 个人觉得那种姿势非常的累 我不是很喜欢 我们现在在外面呢 正值太阳即将落山的时间 所以从逆光的角度进行拍摄的话 太阳的光线呢 会在人物的头发上形成非常漂亮的光运 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 即便是一个逆光的拍摄 50毫米F1.4 赛斯这个镜头抗炫光的能力 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画面中没有发现非常明显的光斑 不过呢 光线还是会在镜头内折射 产生一些洗白的效果 其实也正是因为 对比度降低的这个效果 让我们产生画面中充满阳光的感觉 不过呢 假如说你想要面向光线进行拍摄 一定要注意一下这种直射的光线 非常容易的会在人物的面部形成很难看的阴影 不光是它的边缘非常的硬 而且呢 对比度非常的高 后期处理的时候呢 基本上没有办法消除这样的失误 所以我们在前期拍摄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你让光不太好 你再往后靠一点 往后靠一点 其实呢 我们只要非常轻松的指导模特移动一下脑袋 调整到没有被光线直接照射的位置呢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还是有个光线 刚刚太阳没下去 现在太阳下去了 嗯 嗯 行了 太多了 嗯 如果你仔细注意我这些照片的拍摄参数的话 会发现大部分的照片在拍摄的时候呢 我都增加了0.7到1档的曝光补偿 因为呢 我个人觉得索尼的相机在曝光补偿方面的话 会比较偏暗 所以今天外面的光线环境这么好 拍出了画面如果是暗的话感觉怪怪的 虽然索尼相机的CMOS 它拍摄出来的画面动态范围比较好 通过后期我们也可以增加曝光来让画面变亮 但是呢 如果你在前期拍摄的时候 如果能够正确的曝光 拍摄出来的画面所产生的噪点呢 应该是最低的 这是电子 它没有刷卡 不错的 你还没有刷卡 如果有来看 你看 你带到那边 你带到那边 你带到这里面了 你带到那边 快 去吧 我们现在转到了晚上进行拍摄 因为太阳公公已经回家睡觉了 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充足的光照 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寻找光源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看到白天非常平淡的兔子灯 在晚上它是可以发出光亮的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就可以拿过来当作光源来照亮被摄对象 光源的质量主要是由两个因素组成 一个是光源的面积 一个是光源的入射方向 因为兔子灯本身的体积比较小 所以它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阴影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更改兔子灯的体积 但是我们可以多拿几盏过来 因为光源的数量变多的时候 它的效果也相当于增大了光源的面积 因为这个灯可以自由的移动 所以我们就可以不断的调整光源的入射方向 把光源放在比较高的位置 比如说放在腿上或者是手拿的高一点 这样的话它的效果就相当于 我们平时自然光看到的光线的位置 所以整体的画面看起来就会比较的舒服 但是假如光源的方向从下往上打的话 就很容易拍出有点诡异和恐怖的效果 它感觉像在小卡片上面 发小卡片 然后就是乡村肚女郎 嗯 乡村肚女郎 当然像这种光线环境非常弱的情况 50毫米蔡司这颗镜头所提供的F1.4大光圈 可以很好地帮我们降低ISO的水平 而且索尼的A9提供了内置的机身5轴CMOS防抖 所以即便是蔡司这颗定焦镜头 没有镜头防抖的功能 也可以让我们在尽量降低快门速度的情况下 保持画面的稳定 避免拍摄出由于晃动所产生的弧片 当然在这么暗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到A9的单次对焦还是有一点拉风香 好的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yoo 阿波拉机小车 只做时拍摄下BBB yoo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